台中市要蓋新足球場了 而且還是全國首座 國際級足球專用運動園區 五人制的足球場 十一人制的副球場 再十一人制的主競賽場 那主競賽場都會依照 國際FIFA的標準來做私座 這座足球園區 位處台中市南屯區 規劃超過六千個以上的觀眾席 未來不只是 國內足球運動的主要場地 更能舉辦國際賽事 足球因為它參加的人多 而且它是全方位的 運動來做全國第一座 國際專用的足球園區 為了區域平衡 我們把它規劃在南屯的限制 因為巴屯 一連永洲計棒球場 那個也是我在立委任內 爭取的 盧秀燕強調 他上任台中市長後 力推迷你足球 四年來已經超過 兩萬名的兒童人次參與 運動局更積極 跟各級單位合作 推廣跟人才培訓 四年內奪下 全國各級大賽 達24次的冠軍 雖然經過四次的流標 舉辦動工典禮 預計民國114年底完工 師傅強調到時 也將能帶動台中的運動 經濟與觀光產業發展 TVBS新聞亮文漢 誰出小紅場的台中 採訪報導